聯亞疫苗日前衛通過EUA審查 3000多名打兩劑的受試者 頓時成了疫苗孤兒 我不知道到底我是聖族對照族 而且我有沒有抗體 前衛省署長楊智良提前跳船 再度引發熱議 其他受試者卻快氣炸 台中市的C先生向平面媒體投訴 接種三劑聯亞疫苗 但不被認證 造成近期家人住院 無法提出完整接種證明 台北市的L先生 當初為了挺政府挺國產疫苗 結果聯亞EUA未通過 政府提到會安排接種其他疫苗 但無消無息 甚至混打是否存在風險 也並未告知 職業官陳時中道歉 並將安排受試者過28天後 接種國際認證疫苗 但就怕有安全疑慮 他沒有通過EUA 所以他也沒有做過這種 所謂混打的試驗 建議國家能夠給他們 一些相關的這種證明 表示說 他們確實是有打疫苗 有專家痛批 光是等AZ加BNT混打 就要觀察大量國際研究數據 更何況這回聯亞沒通過EUA 混打第三劑 若出世誰來負責 接種的傷害 一些都依照我們預防 接種的傷害 究極辦法來進行 國產疫苗試驗 沒擬定位通過配套 如今受試者成為疫苗孤兒 也再增添人民 對國產疫苗的不信任感 解台北綜合報導 委員會 解台北綜合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